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许海平又放心不下保姆 只好求助到前妻和大女儿身上 顾京没好气地说 是不是照顾你儿子一个月 就把鹿鹿弄到你家那边的学区的重点同学 电话那头 许海平连连诚实 拍着胸脯说一定扳倒 想起女儿进不了心仪的学校 顾京把心一横 咬着牙打印了 她恼怒地挂掉电话 许璐马上黏了过来 妈 其实弟弟很乖 很好待的 顾京心里那口气堵在了嗓子眼 差点没憋出一口老血 这死丫头 不知道交了多少回 胳膊手还是往外拐 顾京和许海平离婚 是顾京先提的 结婚时 许海平有一份收入不错又体面的工作 只要脚踏实力地干下去 日子也能安安稳稳 可她爱折腾 把工资全部拿去捣鼓生意 还四处跟朋友借钱 说来也是运气不好 许海平卖过手机电脑 开过小餐馆 跟人合伙 投资过药店 结果呢 屡战屡败 干啥啥亏 顾京爱面子 她在单位上班 当了个芝麻绿豆大的顶岛 可因为许海平 她经常走在路上被人催债 有两次还被下属看到 真是脸上无光 更糟的是 随着女儿长大 家里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家里几乎也全都是顾京在掏药包 许海平老是不在家 压根不管家务 丧偶式的婚姻 把她逼到生活的逼着角落 那一晚 许海平浑身烟酒味回到家 再一次宣告生意失败 负债累累 顾京终于忍无可忍 把她的东西收拾好全部扔到楼下 她歇斯底里地喊着 明天 明天我要跟你去办离婚手续 半醉的许海平耿着脖子叫板 我早知道你看我不顺眼 行啊 谁要是不离 谁就是王吧 离婚时 她连一分钱存款都拿不出 只能将夫妻合买的旧房子留给母女俩 快到斩乱麻之后 她跟个没事人一样 马上装模作样地跑去跟人谈生意 更客气的是 半年不到 她讨了新老婆 还大把宴席把女儿喊去 两人以前共同的朋友喝完喜酒后 回来跟顾京八卦 她说 许海平跟新老婆感情很好 那女的嘴角沾了点红酒蛋糕 她顺嘴就亲上去帮她擦掉 然后 朋友笃定地下了个结论 许海平肯定在离婚之前 已经跟那女的好上了 顾京心里很不识滋味 难怪离婚的时候她走得那么干脆 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 小三正等着转正呢 她有了一种吞了死苍蝇般的恶心 从此 不愿意女儿 再跟那没心甘的男人见面 起初顾京的收入说得过去 许海平也拿不出抚养费 她干脆地说 女儿我自己养 只要你别再出现就行 顾京可不希望纯真无暇的女儿 被那个下贱狗齿的狗男女给带坏了 最好她家再无瓜葛 老死不相往来 但没想到老天不长眼 居然让许海平越混越好 她很快添了个新儿子 还买上了新车新房 顾京听说 许海平四处夸新老婆有望夫孕 婚后不久 她加盟了一家奶茶店 新老婆选的地段好 一个月几十万地赚了起来 不久 又开了几家分店 生意同样十分不错 有了钱 许海平财大气粗地在许路面前显摆 她经常偷偷地把女儿从学校接走 给她买名牌衣服和鞋子 吃各种新奇美味的东西 许路每次欢天喜地地拎着东西回家 顾京都会嗤之以鼻 不过是接糖衣炮弹罢了 其实 她越琢磨越不对劲 怀疑她之前把钱藏了起来 要不然 哪有这么好运 一离婚就有钱投资 还买车买房 那会儿 她单位在走下坡路 工资也骤降 日日为了三餐焦头烂额 强烈的对比让她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她不愤那狗男女没有被老天收拾 更不愿意被光鲜亮丽的前夫怜悯 一怒之下 顾京把她买的东西全部送给老家的亲戚 摆出一副不吃接来之食的样子 反正女儿性情温顺 心里不高兴也不会闹起来 徐海平的小儿子出生以后 她不知道给徐露下了什么药 骗得她暗地里往那边跑 虽然不经明令禁止 徐露有两次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 说弟弟超可爱的 她都快被气死了 有一天 徐露被徐海平送回来时 双臂血淋淋的近视伤痕 妇女俩还跟商量好了似的 一口咬定 说那是不小心刮伤的 顾京发了疯一样的往徐海平脸上挠 坚决扬言不要她的钱 只求她放过女儿 后来徐露考试失利 徐海平提过帮忙 但是顾京就是拧巴 她不想接受她的施舍 更不希望女儿对她心存感激 原本想到硬气到底 但凭借她现在的经济 还真的没有办法送许露去度重点学校 所以当徐海平提出 用照顾好好来交换时 她是好为心地答应了 徐海平开着宽敞的大奔 把好好送来的时候 差点把小半个家给搬来了 各种品牌的衣物鞋袜 两大箱进口奶粉 花样繁多的玩具 精致的儿童绘本等等 一想到好好拥有的东西 徐海平压根就没有给女儿买过 顾京心里又不平衡了 但她耐着性子冷眼旁观 女儿按耐着欢喜的心情 不时地偷看顾京两眼 徐海平把东西全部搬进屋 蹲下来叮嘱好好 宝贝 你要乖乖地 好好地听阿姨和姐姐的话啊 好好虽然才四岁多 但十分懂事儿 她似乎知道爸妈要办正事儿 不哭也不闹 许鹿把她包进客厅 动作十分娴熟 看来四地下也没少抱 等姐弟俩在客厅里拼起西木 顾京仔细打量起好好 才不由得感慨雪原的力量 难怪女儿会喜欢她 因为两人长得太像了 尤其是鼻子和眼睛 跟徐海平简直如出一辙 到了午饭时间 顾京板着脸准备进厨房 许鹿却拦住她 妈 说好了我来照顾弟弟 您歇着呀 平时 顾京经常假夜班 许鹿早已学会做菜 厨艺也还不错 她从网上扒拉一份儿童食谱 给好好蒸了水蛋 还炒了红红脆脆的 胡萝卜豌豆肉丁 摆上桌时 许鹿捋了捋 被汗打湿的刘海 把菜夹到侯侯碗里 好吃吗 侯侯大口嚼着 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 好吃 姐姐吃 阿姨也吃 顾京有点意外 她不挑食 丝毫没有娇生惯养的坏毛病 下午 许鹿在沙发上看书 侯侯坐在地板上玩游戏 不时地趴她耳朵边上 说几句悄悄话 然后一起咯咯咯地笑起来 顾京有些触动 平时工作忙起来 只能丢女儿一个人在家 她从来没有想过 女儿也是渴望有人陪伴的 洗澡时 吸胳膊吸腿的许鹿 吃力地抱起好好 被顾京拦住了 她一气冰冷 我来吧 许鹿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妈 我都知道你人美心善 不会不理弟弟的 顾京把好好帮她澡盘 小肉堆兴奋地在水里玩了起来 亮晴晴的眼神 看得人心都要化了 撇开亲生父母不谈 好好还真的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宝宝 用浴巾把她包好时 好好突然凑进顾京的脸蛋 咬鸡亲了一大口 然后她拍着手哈哈大笑 姐姐亲我也亲 顾京错愕 石头一般的脸差点绷不住了 她只好强迫自己冷漠一点 再冷漠一点 一个月下来好好好吃好住 小脸蛋以肉眼速度膨胀 许鹿每天打视频电话 让好好跟她爸妈撒撒娇 她汇报每日饮食 还不忘提到顾京的功劳 徐海平连连夸许鹿 是个称职的好姐姐 也不忘感谢顾京的照顾 顾京不想打理 但往日的怨恨 也的确被两个小孩 给冲淡了不少 徐海平和新老婆回来的前一天 是好好五岁生日 许鹿小心翼翼地问 妈 我能不能给弟弟买一份炸鸡吃啊 顾京没有反对 下半回来时 在鹿口面包店 买了一个蛋糕 还特意要了蜡烛 徐鹿感激地抱着她 妈妈最好了 弟弟肯定高兴坏了 顾京苦笑 不明白为什么女儿 对同父异母的弟弟 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吃完饭 徐鹿把蛋糕切开 三个人围着蜡烛唱生日歌 气氛空前大好 徐鹿插起一大口蛋糕 喂到顾京嘴里 说道 妈妈吃蛋糕 好好也有样学样地喂了过来 声音软软糯糯 妈妈吃蛋糕 听到这一声妈妈 顾京愣了 在手机看现场直播的 徐海平也愣了 余光中 顾京撇着那个男人 抹了抹湿润的眼角 可是到了第二天 好好上吐下泻 顾京怀疑 是蛋糕里的水果有问题 二话不说 请假带孩子去了医院 儿童医院的人特别多 周围是此起彼伏的哭叫声 顾京让徐鹿看好好好 她好去排队挂号 谁知道没过多久 徐鹿跑过来大哭 说弟弟不见了 刚才 好好说要上厕所 徐鹿不好意思进南厕 让她独自进了 人多道报的厕所 等了好久 也没有看见好好出来 她慌忙冲进去 压根不见人影 顾京心想 这下麻烦了 这下怎么跟徐海平交代呢 她急忙找到保安报警 徐海平赶过来时 徐鹿的眼泪还挂在脸上 顾京语气软下来 带了几分愧疚说道 我们不是故意 弄丢你儿子的 徐海平颤抖着声音说道 我知道 平常鹿鹿对她那么好 一定不是故意的 顾京看了一眼 徐海平的小娇妻 出乎意料的是 她没有大嚷大叫 只是焦急地 等待警方调查 好在有惊无险 半个小时后 衣服已经换掉的 好好被找到了 小家伙一下子 扑到父母身上 哭完之后 又紧紧搂住 许鹿的脖子 离别时 徐海平一手抱着好好 另一手牵着身形消瘦的新妻子 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充满疲惫 顾京心中 怨恨突然消失了大怪 许鹿如愿上了重点中学 有时候说去弟弟家 顾京也不再刻意防范了 入冬的时候 顾京的妈妈得了重病 住院做手术 护士来病房说 做完手术费用不够了 要把后续的费用补上 别耽误老人说后的用药 顾京一下子慌了 她是独生女 压根没有人能够医考 徐海平知道后 到医院付了一半的医药费 顾京想拒绝 但她说 以前岳母对我不错 你辛苦把鹿鹿带大 我做点事是应该的 她很吃惊 没想到徐海平能说出 这样人模狗样的话 但是顾京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一个谢字 病房陷入沉寂 许鹿从外头洗了苹果进来 懂事的消耗塞到徐海平嘴里 还关切地问了几句弟弟的情况 妇女俩有问有答 气氛很快回暖 夜凉如水 顾京在医院守夜 顾京妈说 我知道你离婚后心里有恨 也不想女儿跟她亲 但许鹿这种东西 不是能轻易割扯掉的 况且多一个人疼爱鹿鹿 不是更好吗 顾京失眠了 这些年为了自己的感受 她死活不肯接受徐海平的东西 甚至教女儿与她为敌 但她能感觉到 乖巧懂事的女儿嘴上不说 心里依然牵挂着 那个血脉与她相连的人 窗外月光朦胧 顾京被复杂的思绪叫得睡不着觉 徐海平的新老婆身体一直不太好 许鹿偶尔会住到那边照顾好好 见她一笔一画地 教好好写出自己的名字 徐海平很是开心 那日 徐海平第一次跟着顾京参加 许鹿的家长会 回来的路上 她许诺将来负责女儿的嫁妆 买房买车都没问题 顾京十分诧异 徐海平却问 你还记得有一次 鹿鹿回家 浑身都雪淋淋的吗 顾京点头 徐海平说 那时候好好还小 好好妈带着她和许鹿去超市 坐在儿童座椅上 好好非要抢车钥匙玩 许鹿先下车关门 好好妈也从驾驶位上下车关门 正要打开后座抱好好时 车门被她锁上了 好好妈怕憋坏她 急忙把驾驶室玻璃砸碎 但是车门还是打不开 车窗很小 好好妈钻不进去 急得都快要哭了 徐海平赶到时 看到瘦肉的许鹿钻进车里 小心翼翼地把好好抱了出来 但是她被砸碎的玻璃划伤 看着女儿身上流了很多血 徐海平心里又震撼又是内疚 当时顾京很排斥徐海平一家 要是知道许鹿为了救好好受伤 指不定能做出什么事 所以父女俩决定瞒着她 好好妈心存感激 每次许鹿过去 都会给她做喜欢的红烧排骨 好好更是高兴地拽紧她的手 缠着她讲故事 讲童话 徐海平见姐弟俩感情很好 心里也很安慰 好好妈身体不好 她也在慢慢地变老 以后能够跟好好相依为命的 也只有姐姐 所以 她决定努力弥补过往缺失的父爱 看着顾京眼里的冷漠变淡 徐海平说 不管你信不信 我跟好好他妈是在离婚之后认识的 我也没有背叛过你 那时候她刚离婚 在饭局上遇到的好好妈 也许是缘分吧 两人相见恨晚 感情升温也很快 好好妈家底不错 见她有经商头脑 投了一大笔钱给她做生意 命运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改变 顾京毫无波澜地听着 过往的创伤似乎也在慢慢愈合 晚上徐露从补习班回来 拿了一张满分的卷子 到顾京面前求表扬 顾京满脸喜悦 嘴上的话却是酸溜溜的 你爸说 以后你的嫁妆啊 他全包了 徐露咧嘴一笑 拆上来给他揉揉尖 妈 这样多好 以后你就不用为了我拼死拼活的工作了 母女俩挨在沙发上说知心话 顾京才愈发明白 女儿接受好好 也有点小心思 一来 是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 二来他很清楚 跟弟弟搞好帮交 爸爸也会更疼爱他 单亲家庭长大的徐露很清楚 一直一来都是妈妈在贴心地照顾着他 不管自己多省 都不会亏待他 当爸爸有钱以后主动申来橄榄枝 早会的徐露早就知道要好好把握 徐露清楚地记得 妈妈为了给他请家教足足吃了大半个月的咸菜 最后 胃疼得倒地抽搐 也舍不得上医院 他并不固执 但他清楚假如爸爸能够多付出一些 妈妈便能少辛苦一些 最初他努力说服自己接受好好 但随着接触增多发现他真的很讨人喜欢 那点藏得很深的小心思 到最后变成了人心坏人心 听完女儿的自我剖析 顾京眼眶湿润了 徐露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头 却连一句抱怨都不曾有过 如果不是他那么倔强 女儿是不是能够过得更好一些 但人生便是如此 过去的也只能让他过去 顾京搂紧了女儿 无比动容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 谢谢你 前程过往在拥抱中和解和释然 顾京终于能够彻底地跟灰暗的过去告别 重新踏上崭新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也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那么期待下次再与您分享 然后再热一下 我用这件事 再热一下 我用这些讯息我做到 让我看看 我把可以吃了 那儿